大家好,這個是我騎士子作品的個展 現在是2018年的最後一天差不多,還有兩天 然後就過完了,然後這個系列的作品是我2016年開始畫的 水墨紙巢作品,尺寸是四成種子的 騎士子呢,好多地方都有,有新的有舊的 我自己呢,就挑一些比較有趣的圖上,就欣賞的石子 畫出來我自己的方法,希望看的人會覺得挺有趣的 會欣賞他們,是後期他們背後的歷史故事 會去了解多一點他們的文化 我就很開心和感恩了 這個大概十幾張大的作品 然後還有也有十幾張小的 這個... 能夠做唯一的個展的話,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 就是它是比較完整的一個系列 數量也...不是我最多的一個系列 但是它是比較有一個兔特性的一個系列 因為我是一個... 雖然藝術家不會一定要說性別的,但是我還是一個女藝術家 然後石子子這一種東西是比較...一個保護性的,硬朗的 然後...但是它同時也是守護孩子的 在西亞裡面啊,我看書看的時候看到 它是用紅繩綁在...呃... 只是適合小孩的身上的,在床上 他們就是...那麼小的石子子 只能放在紅繩綁的一個小孩 就或者是...放在...呃...床...床頭 或者是床邊 他們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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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保...小孩健康長大的一個...一個... 符號 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守衛一樣的 放在...呃...幾個...幾間層 或者是...我有一個故宮 或者是...飯店啊...呃...酒店...酒樓的門口的一個...呃... 可能是風水 可能是...文化的...符號的這樣的東西 它的...意義是很廣泛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 它有點是...就是像狗嘛,附道 十字子在古代裡面的...都是... 占盡著一些權利和權貴 就好像...灰風也好啊 像...外面也放了幾個十字子了是吧 兩個十字子 它們都是一些...呃...白...白瘦之王啊 十字是吧 這些資料和...和...和我看的... 研究它們的外型 有好多不同的外型 有這種... 矮肥一點的 有這種...呃... 受長一點的... 也有這種... 張開口的... 為什麼有那麼多不同的造型 當然這些都是...加了我的想像 和...一些...我的技法 在裡面呢... 就是...呃...經過我的創意去...加...加工吧 因為不是我創作嘛...十字子 只是我是畫...十字子而已 呃...然後這個...十字子的文化...的演變呢... 是一個...跟傳統有...很大關係的...聯繫的... 就是對中國的...一個...美學的造型... 有一個...密密不可分的一個...聯繫... 嗯... 但是呢...我不是這個...歷史... 或者是研究這種...公益的一個...歷史學家... 我只能說到解釋吧... 然後...我的畫裡面呢... 我著重的點是什麼呢... 可以...了解...傳統的十字子的造型... 之後呢...呃...我發現... 我的十字子已經...就是...怎麼說呢... 畫著畫著的時候... 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把它的造型強下出來... 慢慢那個造型已經透過...那個... 顏色和它的...靈氣變化了... 就是...就是把我的靈魂和它的... 造型和...合影為一... 把它...把我的精神表達... 在紫上面... 才是...這個...一系列的... 實質子最重要的... 那畫著畫著就是... 其實它們就是...代表我... 代表我...對於... 實質子和中文文化的... 一個部分的理解... 它們就是看到我的精神... 還有... 嗯... 我的那個... 意識的形態... 我的理解... 都存在... 我的十字子作品裡面... 就這樣... 我想畫十字子啊... 其實... 我也挺想畫龍啊... 鳳啊... 老虎啊... 提修背的... 圖像的... 挺有趣的... 就是... 從... 小時候... 嗯... 一些... 瓷子啊... 玩啊... 或者是... 國貨公司裡面的白色啊... 就看著它們... 就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東西... 然後... 就會問啊... 就會... 問... 這是什麼呀... 這是什麼呀... 然後... 覺得... 挺有趣的吧... 然後就記住... 記住呢... 但是也沒什麼... 就覺得它跟我沒太大的關係... 只是從小都看到... 因為那些... 香港好多這種東西嘛... 然後... 嗯... 到... 交流吧... 就是來北京交流之後... 覺得這種東西跟我之間的距離其實是沒那麼遠... 我... 可以在... 中國大陸裡面...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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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更多... 而且... 不是福治平... 所以... 也不只是國務館裡面的... 然後... 嗯... 也跟一些藝術家交流... 他們可能... 有一些... 是研究這些... 一些... 實質子的朋友的... 嗯... 他們介紹我看一些書... 嗯...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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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嗯... 看了之後... 覺得... 嗯... 實質子跟我的關係... 挺有趣的... 我就... 開始去... 注意他們... 譬如說... 在那個半島酒店... 裡面也有一個... 實質子的雕塑... 我... 到處都會注意... 哪裡有這種雕塑... 除了門口之外... 他們會放在什麼地方呢... 或者是... 做著戒指啊... 或者是... 嗯... 變成年高... 都有可能... 然後... 嗯... 我就慢慢收拾這些... 實質子比較圖案... 壞圖像... 在我腦海裡... 或者在... 手機裡... 或者是... 書版裡... 然後... 我就... 把他們轉化... 用幾個方法畫出來... 這是2018年了... 幾天了嘛... 我是... 2005年... 開始讀... 藝術的... 就是... 過了... 十三年了... 嗯... 還在堅持著吧... 就是堅持著... 像跟小時候畫畫一樣... 也是畫畫啊... 就一直... 一直保持著... 那種... 很純粹的... 想要唱創作的... 狀態... 很開心... 但是... 想大了... 可能會想得多一點... 像這樣... 作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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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